今天故事的来源是比利 Mr.三月兔 许多人 感谢提供 如果有想分享故事的粉丝 也可以留言 或是透过资讯栏的信箱分享给我哦 欢迎来到下水道 我是Eric 不少人应该都有当兵的经验吧 不瞒大家说 Eric也是去年才退伍 菜鸡学弟先在这边跟各位学长问好 我当时是自首班的 有时候晚上猜拳猜书 就要去外面倒垃圾 不得不说 每当营区席灯的时候 真的可以用一片死鸡来形容 押迫感真的很大 也难怪军中会诞生一堆恐怖故事了 正好前几天也收到了粉丝投稿的故事 那么今天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几则关于当兵的恐怖故事 我是海军舰挺兵的义务艺 当初我这届还是当一年的兵 而我在船上被分配到的兵种是游击兵 说白了就是在舱底打杂 每天跟机器还有油水混在一起 我们的军舰非常老旧 是以前二战美国使用的军舰 之后卖给台湾 也是有一点历史了 我在轮机队里面算是比较幸运的 我被分配到了轮机办公室的位置 比较不需要做一些粗重的工作 但事情会比较繁杂 常常都要加班 晚上的时候 轮机长会用电脑打好一些事项 提醒明天轮机队需要注意的重点 我再把它整理好 影印出来发给各个机舱看 有一天我一样加班到很晚 大概已经十二点半了 我把文件整理好后 准备拿去分发给各个机舱 要分发文件的机舱分别有 一、二、三还有主机舱 晚上通常都会有人值班 我在一号机舱跟学长闲聊几句之后 就前往二号机舱了 二号机舱是锅炉舱 通常这个时间点是没有任何机器动的 所以特别安静 而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从通往二号舱的梯子下来后 右边有两个门 一前一后 类似之前国小教室有前后门的概念一样 我从后门走进去放文件 再从后门走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看到有一半的身体从前门跨进去 他的鞋子是新训的鞋子 看来应该是新兵 理论上我马上跨回去 就可以立刻看到他 于是我跨了回去 顺便喊了二号机舱新人的名字 但这时候的门内却什么人都没有 我马上跨回来 甚至往前走了一圈 真的都没有人 但我确实看到有人走进机舱啊 这时我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件事 现在大概是12点50 12点到4点 二号机舱是休息的状态 代表现在是没有人值班的 我当下立刻涌上一股寒意 拼命的往楼梯跑去 船上的铁梯很破旧 走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踩踏声 我在冲上楼梯后 可以听到我自己的脚步声 可是我听到后面有一个超级明显的 跟我不同步的脚步声也在追上来 当我爬第一层 转身要上第二层的时候 后面的平台上 凌乱的放着一双海军新讯的布鞋 这不可能的 梯子这么小 如果刚刚就放在这里 我下来的时候肯定就会看到了 我什么都不管立刻冲回我的床上 早都不敢去洗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到了隔天早上集合 二号机舱有个资深的老学长 他在那里待了好几年 我就告诉他昨天发生了事 学长说 你遇过的我早就都遇过了 我还碰到更多你没有碰到的 从此之后 我发二号机舱的文件 都是把纸张折身纸飞机往楼下丢 反正明天总有人会捡到的 接着要分享的是坐落在高雄左营的 海军新讯中心的故事 如果去过海军新讯中心的人 可能都看过翠湖 所谓的翠湖 是在直属中队大门的一个水池 杨柳浮书 石色翠绿 所以得名翠湖 翠湖里还养了一只鸭子 据说是中队长要作为东令进捕之用 不知道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 而在翠湖的边缘有一条小路 几乎都被旁边防射的阴影和树丛遮住 小路可以直接通往迎战 新兵们大多利用那条小路去买东西 那条小路的光线昏暗 要是到了下午五六点左右 大概就只剩一片黑暗了 直属中队的班长们三令五声 天黑之后 绝对不准走这条路去迎战 当时想想也觉得合理 那条小路一片漆黑又是泥巴路 要是晚上走路摔到湖里就不好了 后来听到了一些关于翠湖的故事之后 也许那才是班长们严肃提醒 晚上不准走那条小路的 真正原因吧 听说 有人在天黑之后 想偷偷跑去迎战买东西 偷偷摸摸地走进那条小路之后 他听到翠湖里有连续不断的 扑通的水声 因为视线不良 而且他又做贼心虚 所以他当时只认为是鸭子在玩水之类的 但是后来才发现 在天黑之前班长们就会先把鸭子赶上岸 到自制的鸭屋里关起来 所以那次的水声 很显然不是鸭子造成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故事也是有人走小路 偷跑去买东西 但他却在那里被一个衣服很凌乱 甚至破了个洞的班长逮个正着 被狠狠训斥了一顿 还要他等一下到班长室去找他报到 于是那个新兵到了班长室去报到后 才发现所有班长在中队长办公室里被驯化了半个多小时 那么刚刚的班长 到底是谁? 海军新训中心结训的时候有个传统 就是要把班长们扔进泳池里 有仇的报仇 没仇也当作玩乐 中心的班长们老是念着丢游泳池都OK 但是千万不能丢翠湖 问到原因时 班长才说出因为翠湖在建造的时候 底下的钢筋没有收好 曾经就有个班长被丢进翠湖 很不幸的刚好被钢筋刺穿死在湖底 打捞上来之后 全身都是污泥和鞋字 被刺穿的地方破了一个大洞 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前 我还在当兵的时候 我本身感觉得到好兄弟 但我并没有大方承认自己的特殊体质 连上有个学长也有特殊体质 他选择承认和分享 我选择默默的假装不知道很多事 但假装不知道 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当时连上需要轮流站业哨 站业哨是还好 但是连长弄了一个要在站哨时 到各楼层各库房的签道表 从一楼到四楼有九个签道点 不签还得接受乘处 营区在晚上十点熄灯后 除了放布侧的桌子 有一盏微弱的书桌灯外 超过桌子以外的空间 都是伸手不见无知的 虽然叶哨有配一支紧棍型手电筒 运气好的话 它功能是正常的 运气不好 就只能摸黑完成巡查 而且我在领口当兵 晚上总会起雾 让周遭的气氛变得更加阴冷 我一点四十分就在准备上哨 我签完布侧 与上一班卫兵交接完后 再小聊一下隔天的任务 就已经难点多了 接着我便开始巡视各个楼层 我从一楼左侧开始巡视 并一个一个签道 一楼左侧 二楼左侧厕所 二楼库房 二楼右侧浴室 三楼右侧浴室 三楼库房 正当我巡逻到了三楼厕所 这时候有男生咳嗽两声的声音 连上为了方便管理 三楼其实是没有人睡的 大家被统一集中在二楼 我心想 是哪个学长在里面吗 怎么不在楼下上 明明那么多间 于是我决定在门口等等 等了五分钟后 我心想太久了吧 便走进厕所 敲了门两声问 有人在里面吗 厕所里没有开灯 也没有任何照明的反射 也没有任何声音 于是我再一次敲了两声问 也没有人在里面 却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正当我准备转开门上的喇叭锁时 水龙头有人开水了 我马上收回我的手 站在门边 想说应该是里面的学长 或新兵上完了 我等等再进去好了 直到水龙头关起来后 我往门边靠 但是过了一阵子后 还是都没有人走出来 我再次转了一下门把 开一个小缝想一探究竟 我发现厕所里每一道门 都是开着的 而且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我马上在签到的地方签名 连跑带跳的冲下楼 这时候我看时钟已经三点了 我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 在昏暗的桌子坐着 还好后续 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 隔天 那位有特殊体质的学长 分享他昨天看到了 不该看到的东西 学长说 昨天他跟A半夜睡不着 偷偷跑去顶楼抽烟 有个东西就站在库房门口 一直盯着A看 学长赶快找理由打发A 说要回寝室了 连烟都没有抽完 虽然嘴上抱怨 但A还是把烟洗了 跟学长回到寝室 但学长说 那个东西跟着A下来了 昨天还睡在他的旁边 他不敢跟A说 也是怕吓到他 至于A 从这天开始就感到身体不适 感冒得很严重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那几天他总是喊 明明只是感冒 怎么觉得很累啊 自从有了这次经验 之后的夜下午宁可被惩处 也死都不去各个点寻室迁到 就怕一个不小心 下一个就是我 不知道大家当病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类似的经验呢 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看到这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 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夏水道先生的频道 我是Eric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